我看完那个电影以后 我马上就去了解 我说周一伟是谁 我非常非常喜欢你 我特别希望跟周一伟 有交流的机会和探讨的机会 想必很多人还记得这个场景 2018年张紫一在节目上 公开表白周一伟 称自己很喜欢她 并且希望能与周一伟有合作机会 从画面中不难看出来 面对周一伟的时候 张紫一一改之前高冷的形象 并且在这档节目结束之后 张紫一后期在看到自己喜欢的演员时 也总是偶尔会提起周一伟 可见张紫一对周一伟 确实是大心眼里的喜欢 也是真心想要合作 没过多久 张紫一的这个梦想就实现了 原本只出演电影的她 主演了电视剧上演副女主角 男主角就是她很喜爱的周一伟 而且不少网友扒出来这部电视剧 投资方就是张紫一本人 男主角周一伟也是她亲定的 虽然说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 被吐槽得很厉害 不过在剧中 张紫一和周一伟两个人的感情戏 却真的很不错 张紫一看着周一伟时候的笑容 总是那么的甜美灿烂 看上去就像是少女春心乱动 周一伟看着张紫一的时候 眼神中除了霸道之外 只剩下满满的宠溺深情 两个人在剧中的表现 看上去就像是真情流露一样 没有丝毫演绎的痕迹 只不过在剧中 这种举动可能并没有什么 但是在脱离剧情之后 两个人频繁的互动 以及还原剧情的亲密举动 却让人看了之后 忍不住替汪峰和朱丹感到有些尴尬 并且开始怀疑张紫一和周一伟引起生情 加上此前张紫一发表的那些 对周一伟喜爱的语言 不少吃瓜群众甚至觉得 张紫一投资这部剧 自己出演女主 是在倒贴和周一伟谈恋爱 只是张紫一这么做 有没有考虑过家庭呢 众所周知 张紫一经历过豪门 霍起山 富豪爱为你卧 央视名嘴撒杯凝后 最后和三婚的汪峰走到了一起 虽然期间很多人不看好两人的婚姻 但两个人的感情十分的稳定 时常会在社交平台秀恩爱 甚至在电视剧上扬副拍摄期间 汪峰更是带着两个孩子全程跟祖 随后汪峰还在社交平台上 发问感慨跟祖的经历 虽然表面看上去 好像是在提取张紫一的博弈 只不过在汪峰的文字中 从没有正面提及过张紫一的名字 或者说老婆这样的字眼 而是用妈妈两个字来代替 这种言辞似乎对张紫一有些不满 因此用妈妈两个字 提醒张紫一是有家庭有孩子的人 但这种情绪很多人也能理解 毕竟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其他的男人 有亲密举动 即使明知是演戏 估计也难以接受 不过另一方面 周一维却好像并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因为有了张紫一的带领 她的演艺道路也越来越宽了 妻子朱丹对于她也一直都是唯命失从 甚至周一维闹出一些绯闻之后 朱丹还会出面帮忙澄清 只不过纵观周一维的成敏之路 总是少不了女人 当初和朱丹结婚的时候 朱丹已经是著名的主持人了 但是周一维还是一个极其无名的小演员 可是现在随着周一维的名气越来越大 加上朱丹在婚姻中的委屈求全 这段婚姻似乎也成了他人口中的笑话 不过朱丹竟然付出这么多 周一维也不会轻易辜负这样一个 全心全意为自己的女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